美国目前呢在亚洲积极的在跟包括日本韩国 甚至还有东南亚国家当中的菲律宾加强合作 尤其是在军事方面的合作 那么但是呢台湾现在也被拉进来吗 即将要看到一出登场的大秀是什么呢 是在6月10号 台湾海巡署即将在高雄办历来规模最大的海安11号演习 所以蔡英文很重视哦 她要去而且要率领着国安军警高层都要亲自释导 那么包括美国菲律宾日本就刚刚说到这几个国家 都有派出重要海防官员出席参加 根据报导所以现在目前来看 这一出好像很重要 首先我来请教一下这个上志 所以我们现在这一次海巡署要办的这个演习 有其他的国家都要来参加 那这是否也意味着说 哇之前我们就讲海巡署是第二海军了吗 然后现在是台湾也要纳入到这个所谓的防御体系里面了吗 这能够成为一个开始吗 我想其实全世界现在对于海巡本身的定义 你跟海军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海巡周围其实在海防当中低限 所以海防它不是国防 它其实当中有更多的部分 比较跟民间接续的部分的意义 我想特别主要是护渝 以及在你自己的所谓的海岸或相关的部分的海域 比如说包括经济海域 这方面的这种巡防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次的主要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次是救援联合演训 其实通常在海巡的体系当中 这种跨国性的部分合作 它不是就军事 它往往是刚刚讲它们继续有很多的护渝 包括经常在海巡体系当中所遇到的 往往出现的都是渔民的问题 渔民出现状况你必须海巡去救援 所以我们都其实经常看到很多 在国际海域上出现的一些新闻 就是说包括我们台湾自己的渔民 一旦在一些公海的海域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海域当中 补渊的时候发生一些轮机 包括一些安全上的部分问题的时候 你在紧急的必须要求援求助的时候 它可不是千里迢迢 就是我们的海巡处去救 特别是还有一些远洋的渔业 所以其实在各个国家当中 对于所谓的这种海巡的 这种联合演习 主要是基于救援的需求 当然我想一方面来讲 只要蔡英文总统到的时候 这个是这样子 它当然很慎重 第二个部分的意义 它当然就是一个样板 也就是说它部分的演练 它就是 我不是说样板不好 它当然很多样板就不能出错 它肯定在很多程序上 以安全考虑上不能出球 因为很多媒体到 只要再了解任何资料 无论是军事或刚刚讲 这次是海巡 体系的部分演习的时候 它的意义当然其实主要是一个 展示的部分的意义 当然我们都知道的 所有的包括军事的联想 因为现在台海之间 以及这次还包括菲律宾演赛 我想包括日本跟等等 这些都很明显的 都是跟我们台湾有关的 跟中华民国有关的渔业 或包括海巡有关的 近海当中 往往这些共同的 这种联合演习 很主要的部分 也在于大家彼此不同国家 海巡或海域 这种临海当中的一些沟通 因为我们都知道 包括在新鲜钓鱼台 或很多渔业的环境当中 你尤其会有一些摩擦 你知道各个之间 所以往往这种演习 很大的意义 还包括不是联合作战 或联合有什么样军事目的 而且大家彼此能够 有一些沟通 我喊你怎么样 你喊我怎么样 那么这当中有些是英文 在语言当中的一些认定 或各式各样的 大家熟悉彼此的各自的SOP 我想这才是真正的意义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有一个国际性的议题 现在在蔡英文总统 现在已经在最后的 已经在数馒头了 任何国际性意义 国际性宣传的场合的部分 肯定的他都要参加 是所以其实我刚刚用 这个一出大秀来形容 也不为过 可是说实在的 刚刚还其实还有一点 忘了跟大家说 5月18号 那一天其实就有台飞 两国这个海巡人员 共同来进行 海上的救援演习了 所以这样的海上救援演训 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操作 是不是可能也只会 越来越密集 越来越频繁呢 等着看了 当然 红庭怎么看呢 那我们其实现在看到 对呀 所以要加强合作 刚刚在讲说 这也许可能是因为 要保护渔民安全 海巡人员 有他们的角色 可是这个可就是 军事国防很重要的一环了吧 那就是分享情报 之前说台湾其实也跟 五眼联盟 可能可以link在一起啊 那现在呢 是因为有外媒 金融时报报道说 美台日将共享海军 无人侦察机的 即时数据 显示华府正为 中国进攻台湾的 可能在加强 台美盟友之间的协调 但是为什么 在昨天的晚上 六点多的时候 我们国防部 却发布了一个声明稿 说对于相关 预测内容毫无所惜 呼吁媒体要 善尽查证的责任 以免误导视听 所以现在国防部 现在发布的这个声明 才是事实吗 而且还特别等于是 说了这个金融时报 报道不正确 我想我们没有办法 确认事实 但我们可以谈观点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跟 海军的无人侦察机 做到所谓的这个 共享这样的一个 information的时候 我觉得它传达了 两个消息 第一个消息就是说 过去我们一直在强调 你要真正的保卫台湾安全 你要美军真的要去协调日本 然后协调周边的国家 一起来做介入的时候 对不起 我们完全没有 这种介入过的 这样的一个合作方面的 这样的一个经验 甚至包括很多战时 包括以前 孙江英曾经提到 整个国军跟其他 国家部队的这样的一个 联系系统 是没有建立起来的 所以今天 我们要问的第一点 就是说 这件事情如果是真的 那它叫做可做不可说 因为这是首次 我们真正在军事上面 几个周边盟友跟国家 整个开始做联系起来 所以这是首次 那这件事情 我个人认为是可做不可说 因为这是很明显的介入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某种程度上 你touch到了很多 国际政治的红线 那第二个问题 我们要退回来问就是说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 所以我们从所谓的 过去五月五号 印太司令 这个美国的Aquinel 他开始讲就是说 我现在没有办法 跟中国有任何的热线 我要阻止一切 有可能的误判 到了五月二十八号 Aquinel在一个 所谓的这个美中的 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 共同联合的 这个基金会里面 他做了一个发言 他说如果 如果中共对于 所谓的台海 有所谓的动作的时候 我的第一步 是我要阻止战争的发生 但我的第二步 是我会尽一切的可能性 打击所有的目标 而且他首次提到 沿岸的目标 那作为所谓的美方 讲了一个红线 大家就会认为说 我最常讲一件事 不该发生的事 发生的就表示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 恐吓大家 就说你不要干嘛 否则会出现什么事 而且从以前都讲说 会很严重 会很危险 但这一次首次讲说 包括中国大陆的 很多沿岸的基地 包括目标 包括甚至一般民众 都会受到极大的损伤 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 那后来大家又看就说 好 5月28号结束以后 到了新加坡 香格里拉论坛的时候 奥斯汀跟这个国防部长 两边又见不上面 见不上面之后 李上福这边见不上面之后 结果隔天发生什么事情 香格里拉一落幕 就出现 052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整个泰式是在升温的 而且很特别的是 过去我们一直在讲 有可能出现灰色地带的冲突 主要都会出现在海警 海巡跟所谓的警备厅 日本叫警备厅 对 我们是海巡 那中国大陆是海警 那这一次其实都不是 也就是说所有的军方方面的 已经变成所谓的完全的鹰派 所以我们过去在讲就是说 过去我们在讲说 军方本来就该是鹰派 可是过去你会发现 整个外交体系都是鹰派 国务院常常 这个布林肯常常在讲一些狠话 那我们就说好险好险 外交讲鹰派的时候 国防部就会变割牌 但你现在看到的是 国务院也鹰派 国防部也鹰派 那这个时候 为什么那么紧张 要去做这些所谓的 这个海警海巡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因为我认为 在接下来很有可能真的会发生 灰色地带冲突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 国外的官员他必须要来 因为最有可能 第一个发生冲突的部分 一定是在这个地方 反而是海警海巡 因为海警海巡不涉及什么 战争行为跟军事动作 因为那个叫做违和 彼此之间都在做违和 灰色地带冲突 绝对会一开始出现在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我们担心的就是 当所谓的外交系统 国防系统都已经变成鹰派的时候 那可预见的 接下来发生灰色地带冲突的几率 是非常非常高的 好那回过头来 那我们先讲讲 这个美国其实现在在看 台湾好像看起来 局势越来越升高 可是对于他们来讲 这是一个美国要面临到 他们接下来的总统大选 非常容易操作的一个议题 所以不论是民主党 或者是共和党 一定会常常要把这个台湾牌 仍然还是要把它拿出来 拿出来当作是一个竞选的话题 但是我们来讲 我们讲一下共和党好了 共和党其实现在呢 要选举的有谁呢 已经出来说 我要继续来挑战 2024总统大位的有一位 我来请教一下雨萱 他是谁 就是Mike Pence 他曾经担任过美国的副总统 那他之前是川普的副手 可是他现在要来挑战川普了 那这一位呢 其实他是在五月底 本来传出说 可能要来台湾访问 为什么 都说要挺台湾啊 因为之前其实看到 从蓬佩奥啊 然后等等 以后都有好多共和党的人 一来台湾都很喜欢 把这个拿来做宣扬嘛 结果呢 这个副总统 前副总统彭斯呢 他五月下旬 没有看到他来台湾 但是呢 他倒是已经宣布要参选了 而且就是选在六月七号 六十四岁生日的这一天 正式宣布了 所以本来是说呢 他哦 在来台湾之前呢 他不会宣布参选 那会先来台湾 然后再去宣布参选 结果现在呢 到六月七号这一天 他宣布参选了 人没来 所以大家就说 哎奇怪了 那所以呢 到底你说这些人 都说要挺台湾 可是是真心的吗 还是一切为自己的这个利益来着想 对照我们看到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 他们还定了一个法案 说是台湾租税协定法案 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 所提出来的一个法案呢 遭到杯葛 结果被迫严审了 那么这个共和党人 又出来杯葛这个法案 那其实是为什么 不也是为了美国自身的利益着想吗 所以台湾又被先搁到一边了 所以这分两个层次来看嘛 你如果从美国的角度来去解释这一切 其实就很合理了嘛 包括你讲这个彭斯 第一个到底川普的几率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川普几率相对来讲 还是比较高啦 当然他到现在为止 大家看到陆续有非常多的挑战者出来 但他们纷纷都主打一个诉求 反中牌 反中牌不只是他们党内 能够形成强而有力的号召力 还可以制造一个什么 对于民主党政府的一个钳制嘛 压力 对 所以包括你先前我们讲的 现在已经解决了嘛 举在上线的问题 到现在你看这个反中不断的去制造 这个限缩拜登政府 在两岸之间操作的一个空间 是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是 拜登政府其实是想跟中国大陆谈的 但你看共和党 藉由这样的一个做法 他能够在国内兴起所谓相当的民粹 那你讲说哎呀他怎么喊一喊之后 奇怪宣布就宣布了 人还没来 因为这很正常 很正常 因为第一个他要来到台湾 还得先问台湾的意见 什么意思 就像过去裴洛西曾经造成的冲突之后 后来变什么 蔡英文跑去美国见人 他这个你必须要思考说 他可能后续所产生的效应跟这个后果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总不能要操作意识形态 为的是什么 选举考量 但选举考量最后如果上纲到 整个地缘政治的波动 那恐怕就得不偿失 那也不是美国乐见的 对那就不是美国乐见的 所以我讲真正这种在这里 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嘛 台湾租税协定 反而我就讲了 你去看台美这个贸易协定 我们讲21G台湾贸易协定 从头到头一样啊 没有谈到关税的问题 他只是一个倡议哦 对 那你说倡议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我直接举个例子各位就懂了 就跟EFA一模一样 他就是一个倡议 人家EFA至少还有早收清单 那台湾不是 最后如果跟美国谈判到现在 因为我们现在都黑箱嘛 也不知道到底要让利多少 搞不好 到时候台湾也是得不偿失 所以你看陆陆续续 从这个美国的政治人物 到所谓的这个台湾租税协定法案 再到所谓的台美贸易协定 甚至是其实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内容 也是一样 在海巡这一块 军事上妥协这一块 甚至到无人机这一块 到底最后面台湾能够实时受惠多少 不知道 但可以知道的是 就如同为什么台湾还要前去美国 面是一样的道理 最后面变成是我们都得要配合美国 以及他们国内的政治利益去发展 而去做相对应扮演的角色 这就是蔡政府七年下来 导致整个台湾 资予美国完完全全天平倾斜之后 必须要承担了一个后果 是 不过现在你看看 我请大家上志 我们在看到民进党是 非常的积极的在那里做大内宣 那最主要的就是什么 要借由其他的国家的挺台的立场 然后在那里不断的宣扬 其中当然就是 我们一直在跟捷克拉近距离 彼此要拉拢 那结果现在捷克这边是不是真的可能 他的总统要跟台湾的外长 吴钊燮要同台了 因为路透社有引用一个艺名的消息 还说是一个独家 说吴钊燮下礼拜就要去欧洲 而且是要去捷克 而捷克总统帕维尔 致辞完了之后 马上就有吴钊燮的演说 所以他们要同台 那一起同台的话 哇这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 里面看到的报道 给了两个字叫做罕见 对其实如果说这次这个是真的的话 当然现在针对于这个部分的消息 外交部是没有回应的 那么当然媒体当中也有去查证 对于主办的单位 主办单位也表示不评论 而且他不评论讲说是对于 他的说法说对于第三方参加 他不评论 所以现在道于对于吴钊燮的部分 我们往往在看这个是这样子 首先我们先看这种国际活动当中 这个部分是邀请吴钊燮去 还是说这个还有可能第三方 东中去搓揉一些东西 然后去最后你知道 有一些国际政治前科 很爱做这种事情 然后在最后兜拢这个部分 让吴钊燮得以去 还是说台湾当中 包括我们的驻欧的一些单位 主动表达了一些参与 其实要知道我们在看到 这些国际的重要的这种活动 罕见的活动的时候 一定要去弄清楚 这种主客的部分的关系 因为这才会牵涉到 这当中究竟是一个 比如说究竟真的是 捷克这个整个国家 或这个政府当中强大的意志 强大的意志 真的是所谓对台友好关系 或者我们其实都知道 现在捷克对台湾的友好 并不是真的那么友好 它主要是跟中国的关系 非常不好 包括在捷克当中的 他们的议会或等等之类的 整个国家当中 跟中国的各样的关系 一副大家就要撕破脸的 部分的样子 你记住今天那时候 议长还来 然后到了立法院 尤锡坤还在那边 对不对 就给他授勋 这个其实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这里头也可能是 一些民间的部分的一些 在当中在撮合或者在促成 当然我们要讲说 其实对于台湾 或对于中华民国的部分 在国际当中 有任何部分的参与 其实都是值得鼓励的 也都是不错的 其实我们虽然在当中 在批评蔡英文政府 在批评吴钊燮 可是我总体来说 还是觉得 从整个中华民国部分 在国际的能见度 这件事情当中 只要能够多参与 仍然是好的 仍然是值得鼓励的 但我们始终要注意的部分 是吴钊燮或外交部 现在在做每次 任何这种曝光的事情当中 背后负什么代价 我想我们很讨厌的部分 就是说一旦每次当中 你仿佛有一些 国际当中的拓展或参与 这个其实都很好的 其实无论是在野党 或我们从监督者角色 都还是觉得得好的 但问题是 你每次付出的代价 都是让你难以想象的 台美之间的关系 建构在极其难以想象 是我们缺乏战略 我们都不断的买军购 我们就是一个小弟 随便他们爱我们怎么样 我们全盘民进党政府 全部都接受 跟在当时马云九 政府主动的时候当中 还可以在中美之间拿捏一个台湾自己独特的 所谓中美台之间的自主的 包括外交意识或外交战略 是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我们在看待所有民营党 当然第一个部分 我们都注意到了 蔡英文现在在卸任之前 他不断的一直要希望能够累积 他自己最后留下的所谓的历史的攻击 毫无疑问的内政 因为疫情的部分关系 已经一团乱了 那么有司法改革一团乱 转型正义乱七八糟 东厂一大堆 他反复现在能够留下的是过去国民党 比较做不到的 其实当时应该就是国际 所以现在他们就是卯足了一切当中 只要能够国际的曝光 国际参与 最后留下来到最后 包括吴钊燮在内的 就是蔡英文主政的这个外交成绩单 看起来就他们要努力在做的 所以这样子的事情 我觉得有些观众朋友我们在看 我们也不是一位批评都不好 他如果能够参与也是好事 但问题是有没有服务什么代价 还是像先前立陶宛一样 我们要花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钱 最后只是参与一个活动 最后你还失去你的邦交国家 付出了更难以想象的代价 这就得不偿失了 接下来要请教一下宏廷了 宏廷你知道这个吴钊燮这个活动是什么 是下个礼拜 6月14号 而且那是一个以安全为主要议题的 一个活动 一个会议 那跟捷克总统 如果说真能同台的话 被视为一项重要的突破 最主要是因为说欧洲的领导人 如果还可以跟台湾的官员能够在同台的话 这过去简直是没有看过 那以前吴钊燮呢 参加像这个 这个捷克智库办的活动 也不过就视讯嘛 那现在呢 如果是真的亲身参与的话 哇那不得了 那恐怕又要上了好多好多的媒体 是这样吗 宏廷你觉得机会大不大 我觉得分两个层次来看 第一个层次就是说 所有国家的外交政策 其实都是内政的延伸 所以捷克原本其实是中国大陆 一带一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国 而在过去的这些过程当中 后来引发了他们自己国内政治的 这样的一个争端 所以现在新任上台的这个炮油 他是完全百分之百的青美派 而且他是没有在选边 也不做摇摆的 也完全没有在做所谓的这个政策摇摆 他就是直接选边了 也就是说我会百分之百 配合美国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我在这样的一个牌里面 我打到最大 这某种程度也获得了 这个捷克民众的支持 因为过去一带一路的 这些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争议 其实在捷克引发了很多 很多人就开始就说 我什么都没享受到 那很多的这些投资 引发了我们整个国家的 这样的一个经济的 这样的一个消涨 那让我觉得说 我身为民众 我没有享受到 这样的一个经济成长的果实 反而让我的生活变得更辛苦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可以看得到 捷克会往前冲到这么前面 这是其来有志 因为这是选票跟内政 推到国际关系以外 但是其他的欧洲国家 看起来他的动作 就比较会不太一样 最大的原因在于 就是说 所有人都承受了 俄乌之战的苦 那大部分的国家 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 那所有人都认为 就是说现阶段 对我们国家来讲 最简单的事情 就是把我们自己顾好 把我们自己顾好 第一件事情最重要是什么 如果能停战 拜托大家 赶快停战吧 如果没办法停战 那我必须去 寻求任何的可能性 让我自己在经济方面 能够做到最好 而且其实像欧洲智库 他们有一个报的民调 这个里面就发现 近半的欧洲人 那他们其实呢 你看46%的 是把大陆视为 必要的合作伙伴 最主要是认为什么 是认为他们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经贸合作的对象 因为大陆在过去的过程当中 他成功了从 所谓的世界的工厂 也变成了世界的市场 所以你不要看 其实各国都跟他的往来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大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虽然整个国际社会 跟所谓的文化 跟所谓的这些民主 大家在讨论这些部分的时候 感觉起来 有价值观上面 有这样的一个冲突 可是对很多人来讲 这个冲突 其实是可以靠经济的活动 去减少 减缓 跟相互认知的 德国其实过去 就是最好的日子 法国也是往这样方向去走 再加上俄乌自占 大家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在习近平提出 所谓的俄乌自占停战的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时候 欧洲人对中国的一个态度 开始慢慢的转变 就是说如果他有办法 让俄乌停战 那他就有办法 解免我们遇到下一个冬天 的天然气的这些问题了 那谁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我会保留任何的可能性 去面对这些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家就认为就是说 他可以是我的盟友 他也可以是我的军中伙伴 我对他不会有那么多的敌意 因为最重要是什么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顾好 捷克他其实去选择 这样的一个道路 也是这个样子 可是他选择的方向 比较不一样 因为他有选票的考量 所以他会走得比较前面 大部分人在停战的 这个可能性下 他会走得比较中间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击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 中天新闻网APP 因为这个APP非常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 节目全都在里面 以示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